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眼下,中国女排正在备战世界联赛第三周的比赛 从蔡斌的用人来看 即便是徐晓婷火速归队 她也只是弥补丁霞顾敏生病的空缺 去巴黎奥运的可能性不大 就中国女排攻守而言 朱婷、李莹莹、袁新月、王元怨都属于世界级 下下球队最大的短板 就是蔡斌重用凋零与丁霞 这对神雕侠屡二传 这两个光速发动机 很可能巴黎奥运 给蔡斌惹麻烦 郎平为何选用沈静思、魏秋月、凋零鱼 只能传好三号位 郎平当年组队时 在二传的人选上也是试用过好多球员 沈静思一度被郎平扶上主力二传的位置 就是他给朱婷四号位的球 能够立得住、发上力 中国女排是靠主攻打天下 我们不像欧美球队那样有强力接引 谁能把四号位主攻的球 立得稳、立得住 郎平在二传上就用谁 李约奥运会前 郎平最终选定了魏秋月 也是听从了老教练袁伟民的建议 能够主场先翻巴西女排 魏秋月给朱婷的球传高力稳 砸得下去 确实功不可没 试想一下 如果李约对巴西这场比赛 是蔡斌用光速二传凋零雨 主打低平弧线的进攻 一味追求速度 而不是打出中国队的高度 能赢吗 丁霞当年也只是郎平用来改变节奏的一个替补二传 即便是用了丁霞 郎平也是打的高快战术 而并非蔡斌这种低平光速拉开 丁霞在巅峰期 他给朱婷四号位的球 是立得不错的 刁李宇之所以没有得到郎平的重用 本身刁李宇没有国庆女排的精力 他传球的基本功就不扎实 从近两年的表现来看 刁李宇给王源源三号位的快球 配合还不错 可是他快推快甩到二号位四号位 给龚翔宇李盈盈的球 可就是东倒西歪了 完全立不住 没法发力 只能传好一个三号位副公王源源 传主攻 接应都没法扣球 这是郎平舍弃刁李宇的一个重要原因 恰恰蔡斌把刁李宇丁霞当成了宝 而且还要打包带到奥运会去 摇底与国家队首发阵容 完全不用磨合 神雕侠旅组合随时会出问题 丁霞现在的状态 已经肉眼可见的下滑道 没有防守 没有跳船的地步了 跳不起来 没有拦网 三十家的年龄 身体机能退化 丁霞传球质量 还不如凋零雨 凋零雨一传到位 一板攻传球质量还可以 防守反击传球 基本上可以摧毁全队 蔡斌不用徐晓婷 就是因为他没有大赛经验 那么姚迪有大赛经验 召回一个传球相对稳定的二传 就那么难吗 目前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 王元苑 李莹莹 袁新月跟姚迪都是天津队队友 姚迪与朱婷在斯坎迪奇也一直有磨合 也就是说 现在召回姚迪取代丁霞 完全有时间 也不用磨合的 只是召回姚迪 中国女排重回高举高打 这否定了蔡斌光速排球的理念 或许这是蔡斌一直不肯用姚迪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 蔡斌此前执教江苏女排 如果把姚迪填进奥运名单 那从地方队分猪肉的角度 天津女排在奥运阵容上 又有一名大将入选 辽宁女排也是传统强队 丁霞不管状态如何 也要挤掉姚迪站一个奥运名额 大家觉得蔡斌选用刁林语 丁霞这对神雕侠侣二传稳吗 丁霞走路都一拳一拐 如何来谈光速 如何来谈传球质量呢 距离6月11日 中国女排开启香港站的比赛 还有两天时间 蔡斌在赛前采访 也称本站将充分发挥朱婷作用 很多球迷也希望朱婷 在四场比赛都得到首发 并打满全场 实际上 这个策略并不是最科学的 对于朱婷的使用 就是三个字省着用 世界联赛只是为了拿到奥运资格 中国女排也不具备总决赛夺冠的实力 朱婷已经不是礼乐奥运会时 还带有点骑兵色彩的年轻球员 他已经快30岁了 这个阶段 体能 技术能力 都是一个下滑的趋势 本身归队后 与队友磨合 还不是很到位 默契感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朱婷在场上 都是靠他的个人能力 在打球 3比0拿下泰国 三局的比赛 让朱婷已经满脸是汗了 大家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 世界联赛中国女排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拿到巴黎奥运资格 香港战 中国女排只要3比0拿下保加利亚 德国 我们就已经拿到奥运门票了 接下来对阵土耳其 波兰 即便是蔡婷派上朱婷在内的全主力 我们也有可能被对手3比0或3比1横扫 世界联赛第三周结束后 巴黎奥运会的分组就会出来 朱婷带领队友在总决赛拿到冠军 我们也无法改变奥运分组的局面了 朱婷在香港战连着打四场比赛 有两个坏处 第一体能不足之下 他非常容易再度受伤 张昌宁为什么一直没有打满全场 蔡婷只是用他来替补发球 张昌宁在人在奥运年就提到 他的伤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可是他的体能不支撑他打满三局或五局 即便是这样 张昌宁现在一天地训练下来 膝盖仍要抽掉关节磨损产生的基业 朱婷重归国家队后 他的技术能力没有问题 他也是体能有些跟不上 对于朱婷 张昌宁这样的老队员 其实就像当年 郎平对待艰伤严重的严厉一样 都要省着用 朱婷在香港站打满四场比赛 对中国队有什么重大改变吗 已经拿下前两场比赛 确保奥运门票的前提下 不要再透支朱婷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李盈盈的伤病 就是蔡婷一套阵容打到底的结果 打土耳其 波兰蔡婷肯定会主动示弱 吴梦杰 庄宇山首发出战 澳门战 迎战最强的一个对手意大利 蔡婷就直接血藏了朱婷 主动示弱了 他的策略就是打弱对泰国上朱婷 拿到更多积分 打强对意大利上吴梦杰这样的替补 即便是输了 蔡婷也可以对外宣布 我是出于练兵 并不是最强阵容 香港战 土耳其 波兰的实力 甚至还要强于意大利 如果蔡婷派出了朱婷 李盈盈等 全部主力出战 仍被0比3横扫 一传被对手大力跳发 直接冲崩溃 防守串联不如荷兰 加拿大 晚晚连球都摸不着 那蔡婷的集训成果又在哪里呢 蔡婷最好的策略就是 在确保拿到奥运门票的前提下 不移根图拨两队硬碰硬 让李盈盈 朱婷等主力全部轮休 直接派上庄宇山 吴梦杰 高益 郑义心这些替补 即便是0比3被横扫 蔡婷因为没有派最强阵容应战 也可以保住颜面 对外界有一个更好的交代 高益在场下 拍手都拍麻木了 简直都找不到上场的感觉了 蔡婷也该让这些替补们 跟强队对抗一下 看看中国女排的板凳深度到底如何 蔡婷选定的正义心接应替补 是不是最佳人选 综合以上分析 朱婷应该在香港战前两场比赛首发 后两场比赛顶多打一局 或者替补发球 这应该是蔡婷示弱必强的一个策略 大家觉得有必要透支朱婷 让他打满四场比赛 甚至是在打满总决赛吗 朱婷打完这些比赛 能改变中国队的奥运分组吗